韩国电视剧《鱿鱼游戏》掀起的全球热潮没有消退的迹象 不只周边产品卖得盆满钵满 就连剧中的传统点心碰糖也跟着爆红 带动了后疫情时代一股新的商业契机 我国的美甲业者也赶搭这股潮流列车 推出了鱿鱼游戏主题美甲 重现电视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和标志性的场景 生意蒸蒸日上 最近爆火的韩剧由于游戏热度不减 不少商家蹭热度售卖周边产品大赚一笔 首都吉隆坡一家美甲店业者也不遑多让 将剧中的重点标记设计融入美甲彩绘中 从工扭转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颓势 让自家业绩翻了一倍 这家美甲店把鱿鱼游戏中的重要元素 像是巨型娃娃 士兵面罩 粉红色蝴蝶结等等 以美甲样式重现在世人眼前 新颖和精致的设计图像也获得顾客青睐 纷纷竖起大拇指 颤喉 因为这两个人都知道这拇指 然后我看到这拇指和社交平台 然后看起来 哇 真好 所以我获得设计划 然后找到这拇指 你喜欢这拇指的设计吗 对 我喜欢 你觉得什么 非常好 非常帅 对 我认为这拇指非常好 为了追求手工设计的完美体现 美甲师林培欣说 每次下笔作画都得屏住呼吸 希望完美体现 由于游戏主题元素 是难画吗 是的 有点 因为我们主要是主要的 我们主要是在手画的 所以它是100%手画的 不是手画的 所以每组织的线 我们需要停止画 我们创造的线很平均 然后我们创造线 每个人都想要把它插上 自从推出《鱿鱼游戏》美甲彩绘后 业者除了接获国内顾客的预约 也有海外客户下单定制这款主题美甲片 推动业务发展 争争至上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